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激励方案之一 这项法案包括拨款4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 向州与地方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援助 扩大儿童税收减免以及提高用于疫苗分发的资金 然而在宽松的移民政策下 美国南部边境的无证移民潮危机持续恶化 越来越多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被带进边境巡逻队监狱 且仅仅3月11天内就有81名无人陪伴的儿童 只能被暂时安置在办公室内有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来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国土安全部还预估 2021年将有11万7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非法进入美国 而对比之下2020年平均只有33239名无人陪伴的儿童越过边境 面对拜登的宽松移民政策 许多共和党议员表态质疑和反对 不止因为移民政策促进边境危机 且担心拜登痴迷于废除与川普有关的所有政策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